华硕迷你电脑主机 咱们开箱试玩拆解 主机非常的小巧非常的方 整机重量为730克 大概一斤半 硬盘工作指示灯 3.5音频输出 USB 3.2 Type-C接口 两枚USB 3.2接口 电源 左右散热窗 背面两枚HDMI视频输出 一枚DP视频输出 USB 3.2 Type-C 三枚USB 3.2接口 网线接口 电源输入 电源输入20V 6A 120W 接着看配件 说明书保修卡 挂架 台达电源20V 6A 电源线 接下来咱们激活看一下配置 然后跑下分 处理器AMD 锐龙9 5900 运行内存16G 系统版本 Windows 11家庭中文版 硬盘容量512G 咱们先跑个分 瞧一瞧 综合评分 740,967 击败了全国64%的用户 可以流畅的上网聊天 办公 玩小游戏 玩个大游戏试试 还算流畅 接下来拆解 底部四颗螺丝 扇起来以后呢 是一条宽大的排线 连接着主板和副板 挑起排线座 拔开 拧下副板所有螺丝 首先是DP视频输出 转换小板 上面是一颗 享受科技的 USB驱动芯片 右面还有一颗 硬盘插座 可以扩容 M.2 NVMe接口的硬盘 背面 两枚USB3.0接口 一枚Sutter硬盘接口 上面可以插两块硬盘 这里预留了硬盘空间 可以插固态 或者机械硬盘 两张导热硅胶垫 接着看主板 首先是硬盘 西部数据的固态硬盘 512GB 西部数据的电源管理芯片 闪迪的硬盘主控芯片 左面 闪迪的闪存 单颗存储颗粒 512GB 取下排线 这应该是导热散热膜 海力士的DDR4代内存条 容量为16GB 一共8颗存储颗粒 无线WiFi6网卡芯片 联发科MT7922 现在可以拿出主板了 主板拿出 上盖 里面有金属壳 屏蔽支撑 还有两颗WiFi天线 延伸到顶部 先看主板正面 首先是FCN散热风扇 这颗风扇呢 非常的大 双管 散热片 铜管 非常的漂亮 底部有导热硅脂 断开备垫 好 清理一下硅脂 现在可以看到 它的CPU了 AMD 锐龙9 Made in China 亮晶晶的 然后右上角 是一颗小螃蟹 深卡 ALC3251 往下 背电 然后是一颗RTL8125 是一颗网卡芯片 但是 它的标志呢 不是小螃蟹 是一个小骂蚊 往左 IT8856 通过半导小心查询呢 是一颗USB Type-C PD3.0驱动芯片 再往左 IT6631 依旧是联阳的芯片 HDMI 视频输出转换芯片 两颗负责两组 HDMI视频输出 可以同时输出 继续往左 IT8225 联阳的EC芯片 负责开关机 电源管理 温度管理 往上是CPU的供电 电源芯片 电感 电容 最后上面还有一颗EPU 智能温度电源控制芯片 然后背面 一颗享受科技的 USB3.0分线器 结构看完 布局很合理的 华硕迷你电脑